近期,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集团宣布,将在俄罗斯周边地区举行冷战,后规模最大的军演。 据称,美军唯一身在欧洲的航母杜鲁门号将参加此次军演。 看来,美国是要把俄罗斯往旋路上逼了。 不过,作为战斗民族党俄罗斯,是不会那么轻易屈服的。 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,俄罗斯也采取了强烈的反击手段。 据俄国防部的消息,俄军将在东欧进行伊斯坦德lm战术导弹的射击演习,俄战略火箭军也将进行大规模演习,模拟对北约的战略和反击。 除了发射导弹,俄军的屠夫95核图,160战略轰炸机也已经贷命。 准备在北约演习期间携带核弹头,对北约多国进行战略巡航。 除了上述反击措施,俄罗斯军队还进行了紧急部署。 大批装载部队已经被部署在俄西部边境地区。 据悉,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已经下令,授予俄军各级指挥员,自行处置权力。 只要发现北约军队动武,指挥员和自行下令还击。 无需报告,看来,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和北约全面开战的最坏准备。 很多人会问,俄罗斯在面对北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强硬? 其实,这都是俄罗斯铁血精神的表现。 提起俄罗斯,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战斗民族。 这句话还真没错。 在苏联时代,俄罗斯的铁血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现。 1941年6月22日,苏德战争爆发。 起初,德军进展顺利。 三个月内兵临莫斯科城下,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,斯大林毅然决定留在莫斯科,并下令举行阅兵。 以古武士气,11月7日,苏联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。 三万红军代弹接受几月,随后直接开赴前线。 为国战争结束后,苏联政府在五十年代颁布法令,要求苏联所有的新婚夫妇在结婚前,必须到位于莫斯科红场的无名烈士幕献花。 此后,献花无名烈士幕就成了俄罗斯新婚夫妇结婚前,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。 每年的胜利日,苏联政府都会举行向无名烈士幕献花仪式,以表示对英雄的纪念。 除了每年5月9日的无名烈士幕献花仪式,苏联政府还在5月9日举行阅兵,纪念为国战争的胜利。 1965年5月9日,苏联在红场举行首次胜利日阅兵。 此后胜利日阅兵和十月革命纪念日阅兵一样,成为苏联红场阅兵的重要部分。 1965年、1985年、1990年,苏联一共举行了三次纪念为国战争,胜利的红场阅兵式。 苏联解体后,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曾中断一段时间。 1995年,红场阅兵恢复,普京上台后,俄罗斯政府颁布法令,将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常态化。 每年举行,时至今日,俄罗斯不管国际形势多么艰难,每年5月9日,都会举行胜利日的阅兵仪式。 这已经成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。 2018年2月,一架俄军速到25战机,在伊德利普被叛军击落。 飞行员菲利波夫跳伞后,与前来维普的武装造子击战。 在打光弹药后,菲利波夫刚呼卫了兄弟们,依然拉向手榴弹,与武装造子同归于尽。 在菲利波夫牺牲后,俄罗斯政府在沃罗涅日式为他举行了国造,下葬当日,沃罗涅日式万人空向。 数百万民众自发为英雄送行。 不论在什么时候,俄罗斯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硬的姿态,与美国硬碰硬,与卫约集传硬碰硬。 这就是俄罗斯铁血精神的表现,一个铁血的俄罗斯,是不可能被打败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